小小的脑袋下面 却长着卡车一般的身体 这只胖猫体重足足有26斤 当女主人抱起它时 这家伙肚子连着屁股根本不像猫 反倒像是一只小猪 作为一只胖猫 它的行动方式主要依靠平移 即便眼前就是自己想吃的零食 它也只会慢慢前进 每走一步就要坐下休息一会儿 要是连续走上五步 就会直接倒地 在日常生活中 它坚持能躺着绝对不坐着的原则 无论是在地坝还是沙发上 随处可见一张肥美的猫饼 它每天最大的运动项目 就是费劲地给自己翻个面 为了帮助猫咪减肥 主人决定带它多做一些运动 于是它买来了满满一箱玩具 准备带着小奶牛猫一起玩 然而当它拿出玩具以后 反倒是家里苗它的小白猫玩得最起劲 而真正需要减肥的胖猫 却趴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直到主人将逗猫棒送上门 它才一脸不耐烦地挥动爪子 像真性地抓了几下 接着很快露出无趣的表情 默默扭过头去了 见它对逗猫棒不感兴趣 女主人便换出一个会动的老鼠玩具 好在这次成功吸引了猫咪的注意 于是主人将小老鼠放到它身边 操纵着玩具靠近胖猫 没想耗子头都顶到这家伙肚子上了 它却完全没有反应 甚至保持着原本的姿势闭上了眼睛 眼看这些方法调动不了胖猫的积极性 主人只好使用强制手段 想办法让它动起来 它转身掏出了令猫猫们闻风丧胆的吸尘器 开始打扫家里 想着这样既可以让胖猫因为害怕多动几下 又可以让家里变干净 试得一尸二鸟的好方法 可没想到奶牛猫压根就不害怕 直接躺在地上两眼一闭 哪怕主人的吸尘器都快吸到它身上来了 还是死活不肯动它 这样下去不光猫没有运动 地板也扫不干净 女主人干脆放弃了其中一个 直接把猫抱进了能移动的猫窝里 一边清扫一边把猫推了出去 见运动的方法对胖猫无效 主人便准备了减肥粮 吃饭时给猫咪倒上一小杯 希望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 来减轻奶牛猫的体重 可一段时间过去 胖猫的体重不减反增 腰围甚至达到了惊人的70厘米 和一位偏瘦的成年女性腰围差不多 没想到折腾了半天 猫却一点也没瘦下去 主人忍不住怀疑 这猫难道是偷吃了什么吗 于是他专门准备了一桌零食自助餐放在客厅 打算观察一下奶牛猫对食物的反应 不过他没想到 猫咪即使看到零食就在眼前 也一直趴在架子上没有靠近 甚至在别的猫咪大快躲一时 他也没有半点反应 即便主人把他抱到碗前 直接将食物送到他嘴边 猫猫却完全没有兴趣 反倒是一扭头钻进了小窝里 女主人见状感到有些担心 明明猫咪不爱吃东西 却还在一直长胖 会不会是身体有问题 于是第二天他带着猫来到了宠物医院 在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后 医生告诉女主人可以暂时放心 她除了过度肥胖以外 并没有发现什么疾病症状 而猫咪肥胖的原因 很可能是压力导致的 一般出现了周围环境突变 或是主人突然离开的情况 都有可能造成家猫压力过大 因此兽医询问主人 猫咪是否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女主人在仔细回忆后 想起来之前有一次 她出差几天不在家 就拜托亲人每隔一段时间 上门照看一下猫咪 可等到两个月后主人再回家时 就看到小奶牛把自己暴改成了秤驼 现在看来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小猫咪因为太过想念主人导致压力过大 后续又因为变胖了不爱运动 才会最终变成如今这幅圆滚滚的样子 医生告诉主人 即使是吃减肥粮 能够消耗的热量也很有限 而随着猫猫年龄增长 代谢越来越低 食物减肥效果就会变得更差 因此女主人需要改变猫咪的生活方式 通过增加热量消耗来达到减肥目的 为了完成医生给出的减肥计划 女主人先是找到了一家宠物减肥中心 带猫咪体验一下水下跑步机 这种机器主要是依靠福利 减轻肥胖带给宠物身体的压力 从而让小动物能更加安全地运动 在工作人员帮助下 主人给猫咪穿好了救生衣 肥嘟嘟的身体让小家伙毫无还手余地 只能支棱着爪子被放进水箱里 进水后的猫猫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忍不住地东张西望 对着主人大喊救命 但工作人员还是无情启动了机器 眼看求救无门 猫咪只能张开嘴迈开腿 一边骂骂咧咧地左右看 一边脚上不停地往前走 见到猫咪如此不适应的样子 女主人觉得不能只依靠减肥中心 还需要一个在家就能保证运动量的方式 因此她买来了宠物跑步机 手把手将猫咪放上去以后 开始帮小奶牛滚动圆轮 同时用自己的身子堵住她的去路 以免小猫途中跳下来 在主人连拉带拽的帮助下 猫猫总算学会了跑轮的使用方法 结果刚到第二天 跑步机就摇身一变 成为了胖猫的摇篮床 小家伙甚至还嫌她太窄了睡着不舒服 女主人只好又联系了先前的兽医 希望医生给出一些意见 对方表示既然猫咪的日常生活中 大多时间都是吃饭和休息 那就在吃饭的时候 为她增加一些困难 达到让她多运动的目标 她建议女主人 可以将猫咪平时吃饭的容器收起来 换成很多个小碗装食物 然后随机放在家里各个地方 等猫咪感到肚子饿时 就要自己在家里行走并找到猫粮 这样猫猫在运动量增加的同时 自己也会感到很有趣 除此之外 主人还可以适当强制小猫行动 带着它一起走动 就这样 在多种减肥方式同时进行的情况下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 主人决定检验一下猫咪的减肥成果 于是抱起猫猫站上了体重称 令人惊喜的是 仅仅两周时间 奶牛猫就减掉了整整400克 连猫咪自己都是一脸震惊 女主人更是觉得辛苦都没有白费 控制不住地笑出了声 这只奶牛猫虽然胖 但原因真的让人想不到 明明吃得少 但却胖得多 如果说减肥是在惩罚猫咪贪吃的罪行 那这只猫被惩罚的 可能是太爱女主人的罪吧 不过对于超重的猫孩子来说 减肥确实是刻不容缓的 虽然过程看上去非常辛苦 但这才是一位主人 对宠物负责任的表现 希望小奶牛能尽快结束减肥训练 回归正常身材 从今往后都保持着健康的身体 和女主人一起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